调试的时候呢 可以先把这个出片头拆掉 你不拆也行 我现在给客户讲解的时候呢 拆掉比较方便一点 这个拆呢也很好拆 装呢也很好装 就是两个螺丝拧掉就行了 这个 然后呢 我们在出厂的时候呢 这个浸粉量 就是这个是调浸粉量 调厚度的 我能控制的差不多 你可以不用动它 这个齿轮呢 它是来调下送的位置的 这个调好以后呢 一定不要再动它 如果说你不小心动到它了 或者调乱了 我们有那个调这个齿轮的视频 可以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拿到新的设备以后 新的机器以后怎么来做呢 这个地方是调压力的 向左增大压力 向右减小压力 这个上面一个黑色的螺丝呢 是固定压力的 压力调好以后 再把这个黑色螺丝固定住 现在调试呢 可以先把这个螺丝松掉 现在我们来 转动一下 看一看机器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 加料空间 这个空间是有深度的 这个空间呢 是有个深度的 一定要有这个空间 它在加料的时候呢 要有这个空间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不要直接把原料 加在这里面 可能你的污料盐 在这里面容易堆着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手动的 把它这样加进去 加进去以后 注意这一定要 让它达到一个标准量 怎么做呢 然后我们用一个雷雷脚扳手 把它刮平 一定是刮平 不能往下摁 让它自然的状态 模拟一下 加料主义这个 波动的这一个动作 好 然后现在呢 我们先不动压力 把它压下去 看一下什么情况 这个是 比较沉 好 压下来 然后 它会压成一片 然后把它打走 假如说这一片的厚度呢 这个厚度 硬度都不满意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齿轮往左边微调一点点 记住一定是微调一点点 把这个往右边调一点点 它就增大压力 记住一定是微调 不能调到太多 然后再进入下一个流程 我们再来试一下 记住一定要是这样的 好 加满 然后用内容咬拌手 把它刮平压下去 压的时候呢 这个轮子可以用的 用点力猛的压 好 压出来一片 然后加热器 把加热嘴把它打走 然后压成了一片 直到达到你的要求 就可以了 嗯 调压力的时候呢 记住一定要这样微调 你比如说你感觉 转这个轮子的时候 你转这个轮子的时候呢 你感觉有点压力的时候呢 然后就这样 轻轻的往右边微调一点 直到达到你的要求以后 那么 你就把这个原料呢 加到这个加热桶里面 好 记住一定是 加进去以后呢 呃 你插电的时候呢 记住啊 呃 就是说你看 它一定是一个标准量 它是满满的 平平的 不能说 加的是这种浅浅的 这种浅浅的不是标准量的话 没用的 你就是调压力 也没有任何意义的 往下压的时候 你看 现在它压不升行 它现在压的是很松散的 很松散的 它给你感觉是压力不够 其实不是压力不够 它是这个料没有完全加满 你看现在加满了 那么你压出来一片呢 跟这一个肯定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当它自己加热的时候 也必须让它加的满满的 平平的才可以 让它加的满满的 平平的 好 如果说这个卡机的话呢 如果一旦卡机卡在这里呢 那么你就把这个手柄站 在后面 这样往前推一下 它因为它这个卡的不是很紧的 就这样往前推一下 然后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压一片 好 这都是有光泽度的 它就是这样的 下面我把电插上 然后我把原料放进去 它这个是一样的效果 好 也就是说你只要它 你测试的时候呢 量是多少 那么它压出来的片重和厚度 都是一模一样的 不可能有区别 除非你物料有粘度 导致这里面加热空间不足 有这个不一样的情况 也就是说你只要加热量是一定 压力是一定 它永远就不会卡机的 压力怎么调呢 首先我们要来正确转动机器 转动这个手轮 手轮的正确方向是呢 往前推 按照正确的方向 也就是说它是顺时针转动 是它正确的方向 就是往前推 然后调压力的地方呢 是在这里 这是上冲杆 这是上冲 上冲安装在上冲杆上面 这里呢是调压力的 先把固定压力的螺丝松掉 往右边扭 可以把这个螺丝松掉 这个螺丝呢 最后调好了以后 再把这个螺丝固定住 这个上面的黑色螺丝 是固定下面调压力的 这是调压力的 调压力呢 你可以用扳手 27号的扳手 向左往左边扭 是真大压力 往右是减小压力 它的工作原理呢 你往左边扭的时候 相当于把这个杆子调下去了 相当于是 这个上冲 上冲和下冲之间的距离呢 变小了 那么压力就增大了 往右边调呢 就是把杆子伸起来 这就是减小压力 往右边就是减小压力 往左边是真大压力 调压力的一个前提呢 这里面一定是原料加满的 什么叫原料加满呢 我们先来专用机器 然后往下压的时候呢 在它压下去之前 这里面有个加料空间 也就是这个加料空间必须是满的 如果不满的话 我们看一下 你看现在它是满的 满满的平平的 看这里 这个孔里面满满的平平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它是一个标准量 每次进料量是一定的 它是一个标准量 假如说你的物料粘 每次加料的时候呢 它加的不是这么满的 也就是说在它压下去之前 这是一个标准量 如果说它是这样浅浅的 看一下 它这样浅浅的 假如说加料 因为有的有的物料呢 它粘的话 它在这个加料器里面粘着 它在这里面粘着 它不往里面不往里面加料 你就是机器再转动 再抖动 这个加料器再抖动 它也不能把这个里面加满 那么这个时候 你在上面调压力 你在这里调压力 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假如说 偶尔有一次它加满了 然后你把压力增大了 那么就会卡机 所以说前提是一定要保证 物料能够 能够把这个圆孔模具加满 这个可以手动的来测试 也就是说你在转动的时候呢 你看它能不能把它加满 这个时候是在加料 加完料以后 这里面要加的满满的 平平的才可以 这就是一个压力的一个调试 和调压力需要注意的一个事情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齿轮是干什么用的 它的功能呢 下面这个齿轮是来调净粉量的 净粉量的多少 决定片机的厚度 我们看一下这个片机呢 一个厚一个薄 有厚的有薄的 这个怎么调呢 我们来转动机器 好 这个齿轮可以调了 可以左右调 左右调的时候 这个挡板肯定是先要去掉的 它这个挡片肯定先要去掉的 往左边 是减小浸粉量 就是减小厚度 往左边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以这个缝隙为整 这个缝隙的高度 看到没有 这个缝隙的高度 这个时候是一个 深度 这里面有一个深度 这里面是有一个深度的 这个加料孔里面 是有一个深度的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就是这个缝隙的高度 然后呢 这个螺丝呢 这个螺丝就是这个缝隙的深度的一个底部 然后这个螺丝呢 如果你往左边拧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现在压到它了 不好拧 也是可以拧的 只是不好拧 你可以把机器转动一下 便于拧 然后你看 它会 你如果往右边拧 一直往右边拧 下落 这个高度呢 就会越来越高 浸粉量就越来越多 压的就越来越厚 但是它都是有极限的 也就是说这个螺丝不能超出这个缝隙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 你看现在我把它调到这个 我往右边多调一点 然后现在再看它下来的位置 它就到这里来了 这里这下面已经漏出来了 然后我再来再来调一点 然后它就会越靠下 它这样的话马上就要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达到极限的深度了 再调模具就会掉下去 所以我们先把模具呢 深度调的差不多 往左边调一点 调好以后呢 以后再调的时候一定要微调 不能调的过多 现在已经很深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洞里面已经很深了 像这个洞里已经很深了 好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深度呢调的差不多 不要太深 也不要太浅 这样 然后这样的样子虽然骗劲呢才合适 这样还是有点深 注意机器呢永远是正转的 不能倒转 好 好这个深度差不多了 然后呢 上面的这个齿轮呢 刚才我们也之前讲过 它个位置合适以后呢 最后再把这个挡片把它固定起来 注意上这个挡板的时候 这个挡片的时候 这个挡片的底部和这个齿轮的底部呢 稍微高出来一点点 不要让它往下落的时候 砸到这个底板就行了 好把这个螺丝拧住就行了 这个螺丝呢一定要拧紧 注意这个螺丝呢不要挡挨着底板 让它 往下 和这个齿轮的底部稍微高出来一点点 最后用这个 翻手把它扭紧 一定要扭得很紧 不要 不要让它松掉 它的作用是固定它的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下创的位置过低 导致压出来的片被打碎 怎么解决 怎么调节 我们来转动机器 看一下机器的工作流程 现在是加料流程 然后把这个模具空间加满 这就是一个模具空间 一定要有深度的 比如上充呢 压下去之前 这里面一定要是把料加的满满的 平平的 这是一个标准 不能少也不能多 然后上充压下去 压下去压好以后 上充 提升上去 然后下充 里面这个是下充 下面的下充 把压好的片顶出来 顶出来的时候 这个位置一定要是和这个平台是平的 看现在不平 如果不平的话 我们看加料嘴这个时候 要把压好的片打出去 如果不平的话 就会被它挤碎 这个时候怎么调呢 我们看这里是不平的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出片斗拆掉 把右边这两个螺丝的 两个齿轮的下面 台板下面有两个一样的齿轮 把这个挡板拆掉 上面的齿轮呢 就是来调这个位置的 调好以后就不要再动了 但是现在位置不够 我们往左边调 注意观察 它会往上升的 好它在往上升 升平了以后就行了 如果说它抄出来 抄出来肯定它会被 它被它挤住 这个模具就会 加料气和模具都会打坏 所以说不能抄出来 也不能低于它 低于它的时候呢 会把 要 会把片剂打坏 如果高于它呢 会把配件打坏 一定要是平的 现在我们再转一个流程 现在已经平了 好压下去 压好的片被顶上来 然后打走 这个流程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呢 一定要平 好 这就是上 上面这个齿轮的一个调式 上面齿轮调好以后 永远不要再动它 假如说被调乱以后呢 我们要知道 怎样调 在什么时候调 当下冲 达到最顶端的时候来调 所谓的最顶端 你看它 这个夹料嘴和这个圆洞 挨着的时候 这个夹料嘴和这个圆洞 挨着的时候 马上就要覆盖掉 马上就要挨着这个圆孔 我们让它这个时候来调 如果高了不行 如果低了也不行 就来调上面的齿轮 调好以后就不要再动了 谢谢大家